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决定要寻找盟友供于外地 于是本片的主角们就一一登场了 第一个出场的是神奇女侠 她是亚马逊族的公主 同时也是宇宙之王宙斯的私生女 拥有着半神系统 第二个是海王 她也是个私生子 母亲是亚特兰蒂斯的女王 从小就具有超能力 能够号召海洋 而第三个 这是初出茅庐的90后小鲜肉 闪电侠 只不过这个时候 闪电侠还处于懵逼状态 可是当他看到了文明的蝙蝠侠后 就毫不犹豫地答应出战 而第四个在日后 也是一名超级大英雄 他叫做钢骨 由于一次爆炸 他不小心和天启星的母合意外融合 而他的父亲无奈之下 将他改造成半人半机器的物种 而这次改造 也让他拥有了超强的能力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科技 随后神奇女侠和蝙蝠侠会合 并讲述了本片大boss的来龙去脉 这是来自天启星 号称世界的终极者 荒原狼 据说啊 这个人唯一的爱好 就是拿斧头砍人 见谁砍谁 而且但凡被他砍过的人 都会变成一个叫做 泪魔的物种 而这些泪魔 会因为恐惧而愈发变强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大boss曾经入侵过地球 并通过三个叫做母合的东西 差点毁灭整个地球 不过庆幸的是 最后他被各族人民联合将其打败 而那三个力量强大的母合 也被分散到了世界各处 被封印的大boss 这次感觉到强大的超人已经去世 于是他准备卷土重来 几大英雄集结之后 好不容易搞到他的老巢 想要将他一举歼灭 可是他们却发现 远远低估了这个大boss的战斗志 于是被大boss狂虐了一番 卑鄙无奈之下 几个人商量 决定去复活超人 只有他才能和大boss抗衡 于是首先找到了 人类保管的那个母合 随后再和闪电侠 一起将超人从土里刨了出来 最后一行人进入飞船里 利用闪电侠的发电能力 成功复合了超人 可是超人由于长时间的昏迷 出现了短暂性的失忆 大量着五个英雄 而他这个眼神 触发了刚骨的攻击系统 可才而知 换来的是超人将他们一顿暴打 还好 蝙蝠侠请来了超人的女朋友 在爱情的感化下 超人终于恢复了理性 可是实不待我 五个英雄为了拯救世界 找到了大boss 决定输死一搏 就在危难关头 超人突然恢复了记忆 三下五除二 并把大boss打得满地着牙 而大boss陷入了恐惧之中 这时候 那些他创造的泪魔 感受到了他的恐惧 将他一点一点吞噬 影片到这里 就告了一个段落 看完这部影片 小编不得不感叹 美国的大片 就是大片给人的视觉冲击 是无限的 几个英雄各有特长 在打败大boss的过程中 也是缺一不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